中华職棒周日看华视 那么今天下午5点在斗六球场 举行中华职棒例行赛 蓝米狗桃园对上了统一师 今年的赛季到目前为止 蓝米狗排名第一 统一师排名第二 今天下午这场比赛 统一师将派出廖文阳担任 先发投手来对上蓝米狗的正田树 这球出手 打到的是再重用外野方向 至少会有两分打点啦 这个球有几手接到最后 抛后给二脸封杀 统一师和蓝米狗桃园队 现在到底谁比较强 前面四场蓝米狗看来占了上攻 但后面四场 其中三场可都是统一师拿下 张泰轩走外野方向 这个球像是张泰轩的头发 回不来了 目前排名蓝米狗阵局第一 统一师阵局第二 不过下一场比赛会不会就是关键 好紧张刺激啊 5月4号周日下午5点的比赛 在斗六棒球场 将会是两队第十度交手 统一师将派出廖文阳 担任先发投手 对上蓝米狗的正田树 想要看两队的精彩交战 职棒在博斯周日看华士 热血的职棒赛事 原师的冠雅之争 你一场都不能漏看 就准备在黄昭盛台北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